传说中,极其七颗龙珠就能召唤神龙,维护世界和平,保护人类健康。 这七颗龙珠就是对健康非常重要的七种营养素。 随着现代人收回习惯的改变,出现了七个小偷,他们开始悄悄偷取人类营养素。 神动了你的营养素。 我是电脑,我让你们工作更便捷。 看着我吧,看着我吧,只要你们看着我持续几个小时, 我就能让你们的死神经细胞缺乏维生素A。 来吧,维生素A,劝到我这儿的碗里来。 我是酒精,我是可以让你们兴奋快乐的天使。 可是,如果喝我太多,我会吃掉你们很多的维生素B, 损害你们的心脏,损坏你们的脑神经,甚至危害你们的生命。 我是香烟,我烟雾中的胶油可以大量吃掉维生素C。 你抽一支烟,我就可以吃掉你数十毫克维生素C。 你们不吸烟,你们以为你不吸烟就可以逃掉吗? 那就too young,too naive了。 一支二手盐也能吃掉数十毫克维生素C。 我是运动了,深受大家喜爱了。 但是,我瞧瞧地告诉你哦,运动是因为养的摄入量和消耗量增加, 于是体内自由基成比例增多。 这时,身体不得不消耗大量的抗氧化物质, 例如维生素E的来清除自由基。 维生素E,我看好你哦。 我是茶喝咖啡,我很美味哦。 可是你知道吗,每天喝咖啡超过两杯后, 每多喝一杯将造成数毫克骨盖的流逝, 增大化骨质疏松的危险。 茶是滴尿剂,喝太浓的茶也会带走身体里的钙质。 我叫懒得动,现在流行的宅男宅女们,你们整天窝在屋子里。 缺少阳光照射,身体的维生素E会被偷走哦。 严重的话,会导致骨头关节痛,肌肉萎缩,甚至导致少儿高老病和成年人软骨病呢。 所以,请别迷恋骨,骨只是传说。 我的粉丝很多哦,我就是素食了。 但是,但是,你们可能忽略了蛋白质哦。 因为除了黄豆等手术品种外,多数素食的蛋白质含量很低哦。 每个成年人每天需要70克左右蛋白质。 若长期只有每天20到30克的摄弱, 就会因缺乏蛋白质将导致免疫下降。 细胞不能很好再生与修复。 各种疾病亦产生。 亲,七个小偷是否偷走了你的营养素? 如果你也躺枪,请记得找回他们哦。 健康生活从营养均衡开始。